你们现在看到的好了 反正就不用再改栏位了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怎么样 算一下这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字的话 那首先特别注意 数字跟英文还有中文 特别注意 它不像说我们之前可以用寻找的 因为寻找比如找哪个字 它有哪个地方可以做 什么去切割啦 或等等的 它字啊 如果我想要知道说某一个字 它是否为数字的话 或者是否为英文 是否为中文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判断呢 对就一定要ASCII code 所以呢你可能要有个ASCII code内码的概念 那那个内码表 当然你可以直接从那个Google找一下 那个叫ASCII 对ASCII的内码表 那这个内码表其实也很单纯 你Google这个的话 找那个图片嘛 那大概找颜色 找第二个吧 这个 它会告诉你说 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对照表 如果呢数字的范围 我们看实际位的 实际位就前面这个 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那就48到57 如果它的内码 48到57 那就是数字 如果呢它是什么呢 大写A的话65到多少呢 到90嘛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那个小写97到122 那就是英文的 可是英文会有分大小写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判断的话 一般习惯是我刚才全部转成大写 或全部转成小写 然后我再来判断 那就不用判断两次了 不然有大写有小写那麻烦 OK 那如果说中文怎么办 其实中文理论上 假设它的范围不在 这个0到127之间的话 那也就是它可能是负值 或者它如果是大于127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是中文 OK 我们大概就是可以抓到 这个大概简单的规则 可是呢 要怎么样去算大概几个 其实在那个函数里面的话 我在说明这个云端上面有说明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Excel里面 有一个函数叫call call的话其实就是 把它的内码抓出来 那所以你的内码 如果你插入函数 假如你用文字类函数call 这个好不好 按确定的话 如果你抓这一个 它会跟你讲69 69 那为什么69呢 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69 它是抓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的话是1 所以你会发现找1 1刚好69 那也就是它只会抓第一个字哦 除非说你要去切歌 你要切一个一个 先切第一个 再切第二个 再切第三个 因为你要一个个判断嘛 判断它是否为处置 那变成说怎么样 如果你要用公司来撰写的话 还必须配合一个叫mid 还要配合一个叫 这个什么if air 然后还要配合一个上 而且最后要做阵列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你们要参考 这边其实是有一个用 那个什么 用ecel的公式做出来的 而且外面是大瓜糊 这个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哦 这个大瓜糊是你要按 控制度加烟的 用阵列 有点像这个阵列有点像VPA 跑回圈的概念差不多 也就是里面如果你今天 给一个范围 给一个阵列的话 那你执行阵列 控制度加烟的 它就帮你跑一次 也就是说一行里面 全部都要写完 所以我先示范给各位看 但我不建议你用 这个方法写 你可以把大瓜糊里面的 这个范围资料 控制度C 不包含大瓜糊 控制度C 然后你直接在这边 去执行 把它贴上 贴上没有大瓜糊 对不对 你要按控制度加烟 一定要自己控制度加烟 你不能自己打大瓜糊 自己打大瓜糊 不算哦 OK 意思是它跑里面 这个阵列 它帮你跑完了 然后你再向下填满 它就全部帮你判断完毕了 那规则的话 有没有 就是call 去一个一个 把这个资料切出来之后 判断是不是在47以上 还有小于58 而且用乘号 因为有true跟false 如果为true的话 4的话就1 false就0 有没有 相乘1乘1才会是1嘛 这个其实太复杂了 我反而觉得如果像这种逻辑 用VBA写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所以接下来 如果有新学同学可以先 可以了解这个怎么做 但我们重点已经摆在VBA 所以VBA如何撰写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就大概先把这个讲一下 接下来的话 VBA 首先一样把开发人员打开 特别注意 从哪边呢 这个箭头 制定功能区 找到开发人员 这个要打勾了 不过一段时间没用 很多同学都可能会忘了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常常用 因为像这种东西 你不常用 真的很容易忘记 所以切记 就是多花时间 可能最好是一个礼拜 每天都跟他相组久 你就很熟了 这也不用多讲 OK 按确定 好 开发人员 第二步的话 我们切到VBA 接下来我们就要撰写对应的程式 其实我是建议VBA可以足以写 那第一步的话做什么呢 打开VBA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的话呢 我希望算数字个数的话 首先的话你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sub 名称叫数字个数 所以我把这个数字个数名称先复制一下 然后你就在这边打个sub 打sub开始 开头 空白键 把那个数字个数名称输入 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它就帮你产生一个sub 那这个sub将来就是一个按钮 按下去执行就对了 OK 字放大的话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把它变成12号字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它每一个字 所以我们先不要看 我们先以这个储存格来看 我们先不要看这些 先看这个 以这个储存格当成基准 这个储存格的话是第二列的B栏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把这里面的字一个一个字抓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写呢 可以先写一个for for j 好了 我先用j 因为里面将来会有i是整个栏 所以说 所以等于呢 第几个字呢 如果exale的话 假设是第一个字 到 第几个五个字嘛 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len 去算一下它里面到底几个字 那我只要指向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就是sales 的第几列呢 第二列的A栏 然后呢 我就知道说它里面有五个字 好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意思就是我要把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抓过来 做什么呢 做判断 它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数字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数字 所以这里的话 可能会需要用到一个VBA的函数 在exale里面叫call 可是特别所以在VBA里面它不叫call 它换了一个名称 它叫asc 也就是好 如果你不太清楚怎么做 你可以 显示里面有什么 即时运算视窗 或者control 区 在这里你可以按个问号 问号就print的意思 你当然可以打print 问号比较简单 你就打vba 点 有没有 这边会出现asc 就是这个 钱瓜糊 如果我今天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1给它的话 它回来结果是什么 enter 69 有没有 那如果我给它一个x的话 那它就是88 在askigo 那个码表 反正呢 好 那我只要数字的话 也就是它的条件一定要是什么条件 一定要是在47 一定要是大于47 而且要什么 小于8 而且end 那表示它是数字 所以我的逻辑怎么想 如果抓过来那个字 抓过来那个字 我用vba.asc去判断 那个字 那我那个字要怎么抓 那我刚才有for trade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把那个字就是这个储存格 就是这个 我拿这个来复制 好 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那我可以用切割的方式 所以我用mid mid的话就切割 切割的话 那我可以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那我追第一次 那我就可以拿一个字 然后我就跟他讲 第J一个字 他第一次就抓第一个字 那跑下一个就第二个字 那逗点后面他会问你几个字 legs 就一个字 后刮图一下 OK 意思是说 他会帮我去 如果是他大于47 有没有 而且end 小于58 那小于58 我就拿这个来复制 比较快 而且 小于 所以把方向改一下 小于 58 空一格 后面打个 then 然后做什么 enter两下 习惯的话 会 是不是少打 后刮图应该是漏了 这个到这边 asc的后刮图 常常都漏掉 这个后刮图补一下 这边的后刮图再补一下 我的如果你看到红字的话 表示应该是少了什么 有前刮图没后刮图 移开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有 这个是中间是逻辑判断 它是不是在47到58之间 如果是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把那个里面的一个变数加1就可以了 所以就得加这个后面加一个end if 如果是的话 那帮我加1 那我可以在里面加一个count好了 所以是count 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等于什么呢 等于count加1就可以了 帮我加1哦 那前面的话预设值 我建议是这边加一个预设值 这个count的预设值等于0好了 它的初始值等于0 有没有 它如果等于0嘛 有点像计数器 它0归0的对不对 那它跑了 如果它抓第一个字 是那个什么 是数字这个范围的话 那就会进到这里面 帮我加1 加1加1 OK 那我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这边先delete掉 我把它执行 执行 还有一个 最后要输出到这里 漏了写 这个储存格叫什么 叫sales 第二列的b栏 所以这个把它改成b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count就可以了 就把那个c-o-u-n-t 这个的结果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 0 因为里面没有数字 那我换一个 换这个好了 换3 所以我这边把它改成3 所以这边全部都要改3 那当然这样你可以再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这边总共有这几个储存格 比如说这个的话 那就是执行 3个 因为它跑第一个4 第二个也是 第三个也是 所以它会进到这个回圈里 这个逻辑判断里面 帮我把count加1 加1加1加1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写什么吧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阶段 那主要的话呢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asc这个 你可以的嘛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可以在底下 铺叫这个检视 即时运算视窗 这边会出来 那你可以在这边先打个问号 问号就是print的意思 我要print什么 利用那个vba ASC 你可以在这里加一个字串给它 一个字哦 你加两个字它也只会抓第一个字 那我刚刚加按Enter就可以了 它会输出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抓出来 所以forJ 我先用J 那如果全部都要跑出来的话 你外面再包一个forI就可以了 有没有 它就从头帮你跑完了 那跑完之后的话呢 英文只要把这个中间的规则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一下 改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就改 应该是这个65到90 但是它有大写跟小写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样 再去找一个函数 可以直接干脆把它转大写就好了 就判断一个大写 就不用判断两次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刚刚写的程式 我待会 我也会把它贴到这个云端上面 其实就第一个阶段 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也许 这应该一模一样的程式 我看这边一模一样的阶段一吧 我就先把这个 你们如果怕写不出来 至少不然就先拿这个来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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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